嗨,hello,我是小玲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你们应该比较感兴趣就是 学生党怎么样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我觉得算是一份兼职指南吧 可能最近大家都闲在家里 所以我收到这些问题的私信还是比较多的 刚好今天就给你们来整理一个视频 我给你们整理了挺多类型的兼职信息了 包括有劳工啊,写稿啊,翻译啊 还有平面设计投稿跟剪辑等等等等 包括还给你们整理了一些招聘网站 你们也可以作为参考 视频开始之前我要先说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因为你想要赚钱或者做任何兼职 是必定会占用你的课余时间的 所以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预估 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自由时间被占用的话呢 那就不要开始做这件事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让你提前交钱的兼职 都不要去避免踩坑吧 因为做兼职其实还蛮多套路的非常容易被骗 首先呢我放第一个说的就是做劳工 我觉得大学生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做劳工 因为是学生你的学习能力本身应该就不会很差 你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 或者再去学习一个一技之长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兄弟姐妹可能是因为个人爱好 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就是非常喜欢做咖啡 所以他就去了星巴克兼职劳工 如果你要做也是OK的 我找了一些小时费相对比较高的 比如说优衣库是16到27块钱一个小时 我的朋友就是利用寒暑假时间去优衣库打工的 第二个是星巴克10到20块钱一个小时 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点点 像上海这个地方一般是18块钱一个小时 当时星巴克跟一点点这两个 基本上他的排期是相对自由的 就比如你可以跟店长提前申请好 我周三跟周五傍晚的5点到10点都是有空的 去派时间 这一库好像是没有那么自由 关于这个问题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标准 如果你们想去这些店面兼职的话 可以去线下直接问一下当地的店长 那么第二就是从你比较擅长的方面去入手 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些兼职的思路 如果你的文笔还不错 就可以尝试去一些公众号投稿 像写诗歌的话就有逸琳 逸琳是他的审稿期限较长 但是过稿比较容易 可是稿费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 第二个就是长安 第三个是草堂 第四个是萌芽论坛 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搜搜看 还有有些姐妹比较喜欢写1000到2000字的文章 这些公众号平台呢 你也可以去选择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青年了没 它主要是写情感的 稿费呢是30到200块钱一篇 第二个呢是黄木双 它主要是写校园生活类 包括还有晚安少年啊 月寒书社呀 下一站大学啊等等等等 包括还有些整合平台的公众号 也是非常方便的 就比如说投稿小助手这个平台 它就会帮你做一个资源的整合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做翻译 像学习外语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 就比如说像有道翻译啊 快译网啊 易喵网啊 还有译课等等 我有同学就是假期帮别人翻译剧本 这样翻译个一整本剧本下来呢 也可以挣个几万块钱 但是就是翻译剧本的难度相对较高 对于你的外语水平的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吧 有些简单说我不会外语 但是我的中文还不错 像我们大三的时候去年就去考了那个普通话的等级证书 如果你的成绩还不错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外国网站坚持招聘中文老师 我有同学呢就是在Verbling这个网站去坚持当中文老师 他的工资一个月算下来还是很可观的 当然如果你们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不只有Verbling还有非常多的外文网站 都在招聘中文老师 像是我是学设计的 所以周围的艺术商啊美术生比较多 对于艺术商呢就可以去一些平面设计的网站投稿 就像是绘图网跟尼图网 他们是设计的logo比较多 logo基本上是200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 还有千图网里面主要是设计海报30块钱到50块钱不等 还有现在闲在家里真的可以利用你们的课余时间去学一些软件 我也经常劝我的朋友去学 就比如说像PS啊PR啊Finalcard Pro啊等等 其实这些软件网站上一搜教程是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自学的 现在自媒体行业这么发达 对于P图啊修图啊剪辑之类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就像我们公司就是常年在招聘剪辑师 既然提到了自媒体呢 我就说两个有关于自媒体的兼职信息 第一个呢是短视频的脚本 第二个呢是文案组 很多做短视频的大博主都是有在收脚本的 特别是像一些搞笑博主或者共事性的博主 他们就非常需要一些好的想法跟好的脚本 如果你们有好的想法呢 也可以去私信或者发邮件给他们的公司 或者博主本人的工作账号 如果你想法多脚本又不错的话呢 那长期合作下来价格是真的不低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专门帮一些很大的博主去写文案的 你们也可以认真关注一下一些KOL公司的微博的官方账号 挺多都是有在招募文案组的 我之前有接触过那种是按偏数计费的 大概也就几百字吧是挺好写的 我在这里呢也给你们整理了一些在校生的兼职网站 你们可以去页面搜索 比如说1010兼职网 食心鸟 元吉送 自由人 青团社 兼职猫 等等等等 我这里还是要再次强调一点 让你提前交钱的呢 就千万不要去 接下来讲下一个部分 如果你觉得你长得比较不错 或者口条比较好的话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像即拍呀 模特呀 直播呀等等 我先说即拍吧 也是现在一个比较热门的兼职行业了 我大一的时候有做过几个月的童模 就是美童模特 童模呢也就属于即拍 商家会给你寄他们的样品 然后你拍完呢 发好看的卖家秀给他们 这样一个月拍拍 当时也有几千块钱收入 收入还是挺不错的 我那会儿是微博稍微有点粉丝基础 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会找我私信 你们可以去微博搜索童模 或者去童模的超话里面看一下 有非常多的商家在发布他们的招聘信息 当然超话中有些小姐姐会发布自己的照片 去征集商家 就有商家在底下留言回复 像头模它的拍摄要求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就是一定要清晰和漂亮 我以前都是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 或者是入门款的相机 就比如说佳能的GTX2 后期呢再用手机的修图软件去精修一下 也可以非常漂亮 包括即拍的服装模特也是一样的 大家也可以在微博或者超话里面搜索 就会出来非常多的单子 也是商家给你寄衣服 拍完了反图给商家 而且挺多商家的服装呢 是不需要再寄回的 可以直接送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下一个行业呢就是直播 其实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 很多同学呢都会把直播 当成自己下课之后的小副业 像直播大致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声音直播 像是喜马拉雅呀 QQ音乐呀 还有克拉克拉 还有配音秀等等等等 都是专门做声音直播的平台 如果是声音比较好听 或者是唱歌比较不错的朋友呢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画面直播了 像是露脸直播的平台 应该不用我说 你们也都知道有很多 首先第一 我觉得直播最重要的就是性格问题 你要比较会聊天会搭话 要比较开朗的点朋友 最好还是会有一点才艺 那么第二呢 直播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坚持的过程 如果你偷懒停歌一两个月 那好不容易积攒的观众呢 又会流失掉了 第三你就要克服一个问题 因为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人看到 你得先熬过一段尴尬戏 而且这个尴尬戏的长短是不确定的 第四呢就是关于直播公司的问题 其实你只要稍微播的好一点点 都会有非常多的直播公司找上门的 我觉得先不先还是看你们个人的意愿吧 你们想要自由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不签 再次提醒你们一点 签约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好合同 不要傻呼呼的 到时候钱被骗了一堆 直播是没有什么门槛的 你现在点开手机 就可以直接开始直播 但是如果你想要播的好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多学习吧 从你想要成为的 那个类型的主播那里呢 多去看 多去吸取一些经验跟小技巧 以上呢就是我给你们 暂时总结的这些思路 有些朋友会问 如果我是学金融的怎么办 学快速的怎么办 你们都可以去我之前 给你们整理的那个 在校生的兼职网站 去搜索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专业的对口兼职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 我也非常推荐你们 去多学一个软件 多一门一技之长 多一个一技之长 对你以后的道路呢 就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好了以上就是 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在这期视频 我就主要解答一些 欢迎网红妈博主的一些问题 那咱们下个视频